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很簡單 就是希望歐盟封殺中國的旅遊者或者入境 因為對於歐盟或者意大利來說 這個根本上就是二次投毒 歐盟衛生安全委員會在星期四朝開緊急會議 討論是不是就中國入境者實施旅行的限制 中英國會員沒有辦法達成共識國次 意大利作為疫情初期首個受到懼暢的歐盟國 警告如果入境限制不能夠在歐盟層面得到落實的話 將發揮不了作用 早前兩架中國航班飛往意大利的領土上高近半的乘客呈現揚性 有評論批評中國此舉放開出境如同二次投毒 也有分析認為歐盟的表決機制受到中共的利用 其實講來講過就是淺 我都說了 歐盟 尤其法國 德國 匈牙利 在這一次的投票那裡 即使未投票說開這個委員會的時候 已經講了不希望再防止中國人和歐洲人的自由來往 這個是事實來的 所以意大利女總理 喂 我受到這麼大的傷害 那你們都沒理由不幫忙 其實這個就是歐盟 一票就可以否決你任何東西 就等於聯合國一樣 安全理事會永遠都是 事實上 應該回復什麼 少數服從多數 我相信會合理一些 兜搭馬 看看哪一個受傷害多一些 這一次歐盟沒有辦法限制中國旅遊人士入境 這樣我相信 接下來的疫情將會大爆發 現在全球關注度 所以我經常都說了 歐盟 尤其是德國 法國這些國家 左膠天下 他們最重要的是錢 其實現在不單止他們 連澳洲都是 那你就看到為甚麼中國可以過去十年 裡面呼風喚雨 就是這個意思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分享 訂閱 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比賽 大爆發 需要大家的支持 在這裡也有些東西反過來 所謂反過來的 就是反而歐盟國家 日本更加多的 就是西方國家已經通牒 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國人進入中國 事實上 中國打開大門是雙向的 不單止是放中國人出境 也都接收外國人入境 但是你看到這些國家 他們的政策混亂 一個帶病毒的人可以進來你那裡 四周圍走 而歐盟一體化 就是說如果歐盟做出一次的行動 歐盟與歐盟國家之間 他們基本上等於沒有邊境的狀態下 病毒傳染很厲害 但是你說叫人家去中國旅行或者做生意 他就嚴重警告你 病毒可以帶來你歐洲 你們的人就不要從歐洲去中國上高感染 其實是不是極其笑話呢 節目做到這裡 跟大家說聲 拜拜